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好 我是比亚迪的王川甫 欢迎大家参加比亚迪巴西新车上市发布会 比亚迪1995年成立 从最初的20多人 逐渐发展成目前希腊就业60万人的全球化的团队 我们从研发制造 二次充电电池起步 开发出太阳能 储能电站或电动车 形成能源从获取 存储 到应用的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就在昨天我们正式下线了 第三百万台新能源汽车 我们希望持续用绿色科技造福后代 助力为地球降温一摄氏度 1999年我们带着一箱电池 敲开了美洲市场的大门 2013年巴西初创的团队 三个人在圣保罗一家 45平米的办公室 细心规划着业务发展蓝图 如今我们的足迹已遍布美洲20多个国家 早在2014年我曾有幸访问圣保罗 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和人们的如虎的热情 今天能够再次和新老朋友相聚 共同分享比亚迪全新送 Plus DMI和原Plus在巴西上市的喜悦 我感到特别的荣幸 我们讲与当地优秀的机箱商 行业伙伴携手努力 用绿色科技和卓越的品质 助就高端 给更多的消费者带来更多元化的选择和体验 未来我们将继续拓展美洲战略布局 开启巴西本地化生产 以将为墨西哥 智利 哥伦比亚等17个国家 带去比亚里全举阵的新能源乘用车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合作伙伴 消费者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